水里乡鼎坎社区为了美化社区环境 创造社区的风景 从前年开始就极力向水保局、县府等单位 申请美化社区入口意向的经费 加上当地蛇摇桃议员区业者的协助设计 由社区居民共同动工 两年的时间打造了四面的彩绘墙 其中除了凸显水里桃业的特色 也将顶坎社区打造得更有活力了 补上最后的油漆 这条位于水里顶坎社区 规划项的社区一项彩绘墙就完工了 共同打造这片彩绘墙的神药业者与设计师 也专程前来实地查看 市民不同造型的墙面却相当协调 对此设计师强调 其中的色彩与元素 都是取材于顶坎社区的地方特色 所以说这次我们所强调的 就是利用它的色彩 以及它比较简单的一些摇曳元素跟自然元素 我们让它去做互相的搭配 呈现出它这样的一个比较简约 但是是有一种色彩 呈现出来的一个活力的感受这样子 我们用了很多陶瓷的一个拼贴 去做这样的一个立体 翻浮雕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那就让我们的一些客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具有活力的一个 就是社区活力的一面墙一面景观这样子 为了美化社区环境 也能够创造社区特色景点 顶坎社区发展协会 从前年起起力向水宝局 幸福等单位 深需美化社区入口一项经费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来顶坎社区参观 我们这个本来原来就是这个项道就是柜花项 我们预计如果以后有经费的话 或者我们在农村再生计划经费以后 可以把这个柜花项的这个柜花道延长 我本来这边旁边这个本来预计这一次要做 结果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就没办法 我也想是说利用将来我们农村再生计划 我们四个阶段的课程都已经上完了 我们利用今年能够来农村再生计划 我们就将我们这一条柜花项道能够延续下去 把不足的空有空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补存 比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柜花项道 由于经费申请困难的原因 花费两年才完成市面柜花墙 却也让当地居民是感到欣慰 协会也表示未来会继续申请经费 将这条代表社区门面的柜花项美化一项 主步完成 加上有好邻居谁咬的权力协助 大家相当看考